仔细看 河的对面有个奇怪的人 他穿着一身吉利服 手里还拿着个什么东西 工作人员好奇的走了过去 但他突然示意节目组不要靠近 在等待了许久后 男人终于开口说话 原来他是一位鸟类爱好者 而穿成这样 是为了能够近距离的拍摄 因为这些野生鸟类都非常警觉 每当发现风吹草动 就会立刻飞走 于是男人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我敢说 能打出这个表情的评论区 不超过十个人 而让节目组更惊讶的是 他只有16岁 跟着男孩回到家后 他第一时间换上了校服 走进房间 墙上的作品 不禁让工作人员眼前一亮 因为他拍的照片 看上去都活灵活现 就连从业20年的专业摄影师 都对男孩赞赏有加 而且还经常约他一起去拍照 因为有些鸟下降的速度 能达到每小时150公里 能拍到的机率只有不到10% 然而男孩却每次都能拍到 并且每张照片都十分精美 这足以证明他的天赋 那么男孩是什么时候喜欢拍鸟的呢 原来他之前一直拍风景类的照片 但偶然一次机会 让他碰巧拍下了一只展翅的雄影 从那之后他便喜欢上了拍鸟 父亲也非常支持他 每次都驾车 陪他去很远的地方拍摄 希望他摄影师的梦想 能早日实现 再次拍摄